看看新闻吧 抱完了导演的料 何老师还不尽兴 紧接着把矛头对整了老搭档谢娜 会声会色地说起了 他在偏场撒娇的趣事 有一天已经拍到凌晨5点钟了 少了 这不凡人了 这不凡人了 不要 不要 你考虑什么情况 谢谢保安 快去见证据的情况 因为他是从中午就 前一天的中午就开始拍 他已经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 所以呢 他就站在这个现场 然后就说是哭 因为他太累了 他就哭了 然后他就说 妈妈妈妈别难过 我们要不要吃点笑 我都不会吃 我要回去睡觉 然后我跟他学习室 就跟助理说 你们要去看看有什么吃的 真的